要是经了那个诵读,口型是怎样呢? 没有口型,练习种生巧,没有口型 就是疑命记得,关键的原则不是口型 关键的原则记得是自然呼吸的一口气作为断句的标准 不是以经文的字句作为断句标准,是自然呼吸的一口气 所以你这口气长你就念得长一点,这口气短你就念短,都无关紧要 并且每一个字和字之间不要搞得那么精准,像码方块一样,像键盘一样 不是的,像大猪小猪落一盘,圆的,每一个字好像糊润,不重要 甚至是错了一两个字,错了一两段,完全不重要,不要考虑的 都不用去考虑,根本不需要考虑的,就是要一气连城的喝酒 就是一口气,它很顺畅,是要带动我们的身体内在的音波 经文只是一个依赖,最核心是要训练我们自己的内在的音波